热敏打印的基本原理是把热敏值表面加热到100多摄氏度 使热敏涂层变黑 热敏打印头的核心部件是加热头片 陶瓷基本上有384个电阻加热一行像素 其次是步进电机 电机没走两步 打印值走过一行像素的距离 这个红外光电管能检测是否缺值 为了方便DIY 本项目使用Arduino Nano作为主控 这是原理图 不同的打印头型号接口不一定一样 我用的这款是24Pin 市面上也有30Pin的 按照数据手册 一到三角是缺值检测光电管 一角电瓶低表示装好了纸 4到6 19到20是加热的供电 热敏打印头分好几种工作电压 一定要根据数据手册供电 否则容易烧坏 7、8是传输打印数据的接口 实际上可以当成SPI来用 每行需要传输384个bit 在传输过程中 加热点的状态并不会马上改变 传输完数据后 在18角Latch的下降盐所存 384个点同时更新状态 为避免电流过大 一次不能有太多点同时开启加热 要在程序里做限制 如果一行有很多黑色像素 要分批加热 同时加热点数一般在64到96比较合适 本项目每次只打印几个字符 所以不考虑这个限制 13角Strope控制所有加热点是否通电 这个银角很关键 在加热完一行以后 一定要马上拉低Strope停止加热 如果一直开着 10秒钟就能烧坏打印头 14角温度检测 打印头内部有NTC热敏电阻接地 外部穿电阻分压 计算打印头温度 一般不要超过70度 否则容易烧坏打印头 21到24角接布进电机 这里用一颗DRV8833驱动 也可以换成更专业的 不进电机驱动芯片 注意这两个线流电阻 电流太小会走不动直 电流越大噪音越大 还有最后一项保护措施 打印头的加热供电 用一个功率MOS管做总开关 进一步避免误操作 这个MOS管要支持5A以上的电流 因为热米打印头的工作电流 可以达到3A 各种控制信号都接到Adreno Nano上 这是换好的PCB 唯一要注意的是供电线宽 从电池到MOS管 再到打印头的供电线宽要足够 切到3D试图看一下 没问题就可以拿出来了 这是结构图 打印头浇滚通过两个钩子 固定在盖子上 要能灵活转动 打印头用螺丝固定在底座上 上边缘距离外壳越近越好 这样打字机的响应速度会比较快 这是纸仓 放一卷纸 纸经过浇滚从锯齿这里出来 再看一下没问题就可以拿出来了 代码不用讲了 有注视 Arduino通过USB串口连接电脑 接收键盘输入的字符并打印出来 因为加热的位置和外壳有一段距离 所以每次打印要把纸往回倒一点再打印 再多走一段纸 让文字露出来 这样就有打字机的感觉了 注意不能用Arduino IDE自带的串口工具 要用其他能实时发送字符的终端 大多数串口终端都符合要求 一台热米打字机就做好了 一台热米打字机就做好了 就是这一台热米打字机就做好了 最后一台热米打字机就做好了 就是这3个条文字的完成 一台热米打字机就做了 那一台热米打字机就做了 dat的这个热米打字机就做了 像白米打字机就做了 ciğim鑫匙